大家好,我是沐蔚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孩天生霹雳心人 能用屁唱高音,还能驱动火箭的故事 大概这世上再没有像小帕这样特殊的孩子了 他出生的时候,在妈妈肚子里折腾半天 期待都不带帘的 就这样被自己的屁绷出来了 幸好在场的男医生身手了得 才没让刚出生的小帕摔成悲剧 小帕的到来让他的父母万分高兴 但那也是之前的事了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自己儿子的特别之处 从出生开始,小帕的屁就没停下来过 频率极高,味道极浓 把爸爸这个壮汉都熏得招架不住 为了解决小帕的放屁问题 爸爸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他先是用带子把小帕的下半身套起来 可没多久,带子就被屁占破了 还把在一旁打瞌睡的爸爸炸伤了 然后他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 用管子把小帕的屁导向户外 这样就不用担心屋子被熏臭的问题了 但凡事总有意外 爸爸再次因为小帕的屁进了医院 出院回家后 他再也不敢管小帕的事 离家出走了 也是因为这个 从那以后 妈妈和姐姐变得不大愿意搭理他 小帕成为了个孤独的孩子 小帕上学的第一天 就在教室里放了个巨像无比的臭屁 瞬间把孩子们熏得做鸟受散 谁都不愿意跟他做朋友 除了班上的小伦 小伦是个没有嗅觉的发明小天才 卓越的学识 让他在孩子中想得格格不入 这两个在学校里被孤立的小孩 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这天 学校请了世界第二男高音 约翰先生来礼堂表演 歌唱结束后 他正在深情致辞 小帕没忍住放了一个屁 现场严肃的氛围被他彻底搅和 气得校长当场就骂他是世上最臭的怪物 小帕在学校过得不顺心 在家也只能吃些一直放屁的特殊食材 根本没办法吃一顿好吃的 他郁闷极了 小帕有一个梦想 就是成为遨游在宇宙中的太空人 在电视上 他听到美国太空中心行动部的总指挥 说了成为太空人的必要条件 小帕其他都没听进去 光谱说到了能克服自身问题 且拥有特殊天赋这一项 于是他立刻跑去找小伦 想让他解决自己放屁的事情 如果真的成功了 那他就成为了能克服问题 且拥有特殊天赋的孩子 完全具备了成为太空人的条件 小伦为他发明了一条霹雳裤 只要穿上这条裤子 他就能把屁排到存储箱里 箱子能存他一天的排放量 这就表示今后他就能靠这个把自己的屁完全控制起来 不随意泄露 得到了这条裤子的小帕 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日子 但他天天拎着储存箱的样子 被校伯留意上了 校伯以为箱子里有好吃的 于是直接抢了过去 谁知一打开就被屁崩了一脸 校伯气得把他拴起来 让大家羞辱取笑 这样小帕对自己彻底丧失了信心 即使小伦拿来改进成功的霹雳裤2.0 也没能让他开心起来 妈妈带着小帕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 医生发现小帕体内有两个胃 这也是他屁放的多的原因 小帕原本一直无尽搭彩地发着愣 直至听到医生评价他 这是大自然赋予他的毫无用处的天赋礼物 一听到天赋二次的小帕 完全忽略了医生这句话前面的定语 立刻满血复活 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 他无意间来到了歌唱家约翰的家里 约翰正在家中练嗓 他死活唱不上去的那一段 忽然被小帕放的一个屁巧妙地接上去了 小帕以为自己闯了祸 赶忙落荒而逃 但认出了小帕背影的约翰 由此诞生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让小帕的屁帮助自己假唱 在一个发明会上 小伦利用小帕的屁 将自己发明的机器驱动起来了 这引起了美国神秘部门的注意 小帕眼睁睁看着小伦被一伙人接走 小伦爸爸说 小伦被邀请去了另一个国家 完成神秘的任务 并且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小帕很伤心 因为他又变成了孤独的小孩 就在他郁郁寡欢的时候 约翰找上门来 想让他跟着自己满世界跑巡回演唱会 帮自己假唱 一听到可以去不同的国家 小帕一口答应下来 因为他正好想出国找小伦 从此 他在每一次巡演上 都用自己放的屁帮助约翰唱最高的音节 这让约翰获得了满堂喝彩 也让他成为了世界第一男高音 小帕跟着约翰去到哪 就拿着小伦的照片问到哪 可始终没有好友下落 原本的世界第一男高音杰克 眼看位置被顶替 心有不甘 一路闯进约翰住的酒店 被他发现了小帕用批假唱的秘密 于是他偷偷在小帕要吃的蛋糕里 下了些药 在当天晚上演出的时候 小帕因为肚子不舒服 控制不了银膏 放了连环去屁 杰克也趁机上台 揭露他用批假唱的事情 可他刚说完 就被舞台上掉下来的灯砸死了 因为那灯是之前被小帕的屁震下来的 所以小帕被控以谋杀罪 锒铛入狱 他的事迹被拨遍了世界各地 也让小伦看到了他 神秘部门的人在小伦的要求下 及时赶到刑场将他救了下来 原来小伦要完成的神秘任务 就是解救被困在太空站的太空人 要拯救他们 就得有足够的能源推动救援火箭 到达被困人员的位置 而这个能源只有小帕的屁才能产生 于是小帕开始了成为太空人的准备工作 原本一切进展顺利 可在发射还剩两分钟的时候 他们临时发现 在火箭发射成功20秒后 有可能会跟地面失去联络 79%的几率会发生爆炸 这意味着 这次的救援行动只有21%的成功率 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小帕 却没有选择退缩 因为他一直都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太空人 梦想已尽在咫尺 而被困的人还在等待他的营救 他没有理由不继续进行下去 最终 在小帕的努力下 火箭成功发射 也成功营救出了被困的太空人 小帕成为了真正的大英雄 这部电影用奇葩又勒人的方式 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那些在旁人眼中毫无用处的天赋 没准恰巧是让自己实现梦想的关键 所以不必灰心 不必气馁 只要坚持下去 梦想便尽在咫尺 本篇来自喜剧片《神僻太空人》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